延綿的垃圾山是伊索比亞首都 最不堪入目的天際線 随着英國投資的垃圾發電廠完工 無解的垃圾難題終於有了解決方式 垃圾場位於首都東南方的科學地區 每年吞下500萬居民製造的30萬噸垃圾 發電廠除了燒垃圾生電 也捕捉垃圾場的甲烷發電 垃圾變綠能 城市電力吃緊的問題也解決了 當地超過1000位拾荒者的生計 卻受到威脅 半個月只賺台幣800元 能換現金的資源又慢慢被燒光 拾荒人的生活陷入困頓 不過去年垃圾山發生崩塌意外 造成上百人死亡 為了避免悲劇重演 政府必須安頓持荒者的生活 發電廠也將聘用1500人 靠垃圾維生也能很安全 有尊嚴 大家新聞做不限編譯 有尊嚴 是小燕 能夠 是小燕 也沒完成